好 持续来掌握的是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慧红 在上午举办记者会说明有关于像是国小啦 还有大车战计划啦跟儿童医院的一些建设 批评对手是恶意抹黑他 并要他们不要只提问而没解方 而对于此呢 这个林根仁就炮轰沈慧红 一如往常 天不知其 最近刚完跟林根仁两位候选人 不断在影射新竹市政府有弊案 那也针对新竹市政府过去几项重大工程的经费 还有未来的重大工程的经费都进行抹黑 那甚至高宏安更公开描述 用年轻人的语言讲 新竹有所谓的大密保 但这都是片面错误的资讯 不要继续挑毛病 也不要挑骨头 请拿出本领 告诉大家 你的愿景政策跟未来的规划 跟具体的做法 请两位候选人给我们新竹市民愿景跟答案 告诉大家 你面对官浦国校你会怎么做 面对大车站计划 你有什么方案 儿童医院你要怎么解决问题 三文 不难 省候选人有什么资格叫北人回应 怎么不先好好反省 新竹棒球场问题重重 让新竹市成为前口的下方 这个部分是不是先好好解释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承担起责任 不论是官府国校还是新竹大车站 林跟林提出的政策早就都已经有解决方案 落跑二联组的省会自己不做功课 还要提问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点不支持 好 只是我来看的是高宏安 11月19号举办造势晚会 被质疑现场公布相挺的里长数量 跟名字有关水嫌疑 在今天证件发表会完之后 他再度表示画面真的很清楚 有顾办里长来支持 而针对国民党籍的新竹市副议长于邦彦 他也到场到底有没有一个气宝意味呢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当时的画面已经看到了 其实过半的里长来到这个现场来进行支持 那在名单上的里长 事实上也是我和渝邦院副议长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邀请也同意 但当然后来可能会有一些 因为压力的关系 我们有少部分 真的是少部分的里长 他可能没有办法来出席 但是我想这部分之前都是有获得同意的 我想对于这些政治界的前辈 愿意来跟我站在一起 或者是甚至能够愿意跟我一起支持下家民进党 这样子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觉得都是相当的感谢 但是所谓的气宝或不气宝 我相信新竹市民的这样子一个选民的水准跟水平 其实气宝这件事情并不是这样子可以去做操作的 人心是不能够被操弄的 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新竹市民 大家会自己用自己的决定来做一个判断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